接著我們介紹大家這個虛擬桌面 Win10它已經有內建,可是真的還是不好用 所以我就把舊瓶裝新酒 事實上這個軟體Shopful Way 3D 事實上很舊以前的軟體 可是在Win10都還可以運作得很好 重點是它的虛擬桌面真的可以幫助我們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其實在我以前大學時代的時候就有這種虛擬桌面 但是在Win10上的 Win10上那時候效果不夠好 所以沒辦法做 那麼這個是免安裝的 執行了之後像這樣有一個執行檔 下面這裡就有一個1 它總共有4個,執行的時候會有4個桌面 那我先用給各位看一下 來你找一下我們剛剛的軟體 有沒有在S開頭的 有看到Shopful Way 3D嗎 你這樣你只要點進去 你只要點進去 點兩下 你這樣 再執行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堅持一定要它留著的 你就待會你移住一下右下角這邊 那我就把它拉來外面 這樣我比較看得到它 好,這樣是不是有一個1了 那現在呢你看 我們現在我在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開了很多應用程式了 對啊 所以我剛剛要強調一下 就這個軟體 為什麼要特別推薦一下 是因為現在大家比較不專心 也許你一台電腦 你同步在執行好幾個專案也好 或計畫 你這樣跑來跑去是不是會分心 然後就順便看一下新聞 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我要認真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我比較認真的 有沒有都沒有任何干擾 那我把這個 我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都是中文的 我現在第二個 好吧 我還是來這邊出現一下好了 欸等一下 這裡 窗口管理員 這個右鍵 確定 這樣我有過來了嗎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認真一點 因為我下面都沒有任何其他的有沒有 所以這個適合就是說 欸我今天 比如說可能你有開LINE也好 開Facebook也好 你有沒有覺得老實這樣叮咚叮咚叮咚 你可以把聲音關掉 可是它會在那邊閃 你覺得會不會感到到你 會喔 真的會 雖然它只有閃爍 可是你眼睛不小心就會移到那邊 就啊不知道有什麼事嗎 我實在看就有 這樣就分心了 所以你用這個 真的要回去了 我就回來 有沒有又回來了 對我的人還在另外一個桌面 這樣有了解嗎 啊主管來的時候就這樣啊 我好認真耶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在開玩笑耶 快速鍵是變什麼 蛤 其實有沒有用快速鍵 你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用快速鍵 快速鍵你就會做壞事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我就是按這裡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按哪一個快速鍵 喔 這樣了解了嗎 Ctrl Alt 1234啊 事實上你不要開速鍵 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用啊 嘿 那翻的方法不見得一定要剛剛那一種 你那個翻的方法也可以你自己決定 我剛剛不是這樣 這樣翻嗎 對不對 你也可以不要這個啊 它有很多類似我們講的 像泡沫裡面有轉場效果啦 嘿 而且你不同的還可以設不同桌面 哈哈哈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有個選項喔 這裡 有沒有 這個 桌面壁紙有看到的齁 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 這樣你也可以變成就是 你比較好分辨你現在在哪一個桌面 老實講我是都看下面了 因為它上面就有1234嘛 這樣我就很清楚了 這樣有了解嗎 嘿 那這邊呢 像我們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專心 我的強調就是說 你點一下這個 你也可以自己這樣切 有沒有 你要去哪一個桌面 它最多就提供四個 好就提供四個 這樣我又回來了 因為這樣的軟體可以讓我們比較專心 也就是說 我進到這個環境 我就 比如說我就執行這個計畫的部分 那我切到另外一個 好 可能是我要通訊用的 那這樣我就回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齁 所以 你最重要是微軟的 雖然WINS就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呢 它少了這種叫窗口管理員 也就是說你剛才有發現 我缺哪一個應用程式 我是不是丟過來丟過去 啊這個我要回去 我就按著它丟過來 有沒有回去了 你哪一個先開了 我就按著它丟過來 有沒有 沒關係的 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當我按一下確定 這個是第三個 我跑到第二個 點到這邊 我看一下第二個第二個 在這裡 我是不見了 是換了應用自從跑過來 這樣了解齁 這個最主要是提升大家的專注度 好 專注力這個部分 那請問一下 如果這個軟體不執行了 會怎麼辦 因為我剛剛現在不是有些 應用程式在這邊嗎 如果你不執行了會怎麼樣 啊 你覺得呢 你不要懷疑 你還是只有一台電腦 呵呵呵呵 層次結束之後 只不過打回原井而已 這樣了解 它不會關掉 不會說 因為它在別的虛擬視窗 的虛擬桌面就不見了 它只是會回到原來的地方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 給你試看看齁 反正這很安裝的 我可以確定你片腦可以自行